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底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 或是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是抱持这一种心情 是好奇探索的这种心情 去接触这个五年的计划 去开始这五年的计划 每一年每一年 我们都有一些新的发现 然后新的认识 也做了蛮多的自己的反思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 在这个活动里面 创造出更好的价值 据说在2016年的时候 我们是与香港共舞 然后我们做了台湾跟香港的社会运动 其实是符合加拿大的自由民主的价值 所以社会运动也是我们希望 能够带大家去 用不同的角度去认识 这个社会运动 不一定是制造社会纷乱的一个源头 它可能是抚平社会纷乱的一个开始 就是说我们从冲突去彼此认识 从认识到彼此了解 然后找到共同可以生存的方法 香港跟台湾之间 虽然这个议题在当时是非常敏感的一个议题 因为有雨伞运动 有太阳化运动 可是我们还是坚持说 去碰触这样的议题 是让大家有新的这个一个角度的认识 这是台湾文化节今天存在的意义 就是我不是要让你知道你已经知道的东西 我是希望带一些你可能不曾认识的一些角度 然后让你去从这里面去得到一些新的这个发想 那在2017年跟日本干杯的这个过程里面 也非常有趣的就是说 我们自己也发现太多的文化根源 不是我们以为的那样 就是说在这个人的一生里面 我们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力量试着要去影响你 试着要告诉你你是谁 在加拿大也发生我们的原住民学校的问题 就是说欧洲的这个移民把原住民当成是 需要被变欧洲化的一种一个族群 他觉得我的文化比较好 所以你应该跟我一样 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在台湾跟在日本 都其实我们都经历了这么一段过程 可是在殖民文化里面 它有没有一些影响是我们必须要正面去面对它的 它也是存在的 跟日本的这段对话里面 其实我们听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说 台湾没有东西了吗 为什么要介绍日本 所以那种可能是冲突 可能是不舒服的感觉 那我们是希望带大家来认识 有些角度反而是我们可能忽略掉的 那这个对话也对日本社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有很多日本社区也是第一次去认识 日本文化在台湾的影响 那这个整个过程也是说 拉近了彼此两个文化之间的距离 台湾社区跟日本社区难怪我们有这么多的这个 这个共同的这个喜爱喜好 因为我们文化之间其实是 比我们自己认知的还要接近的 那可能也给一些对台湾或对日本不熟悉的 一些族群像来自中国或是香港的这些社区朋友们 他们也是第一次看到 原来台湾的文化是这么样的受到日本文化的影响 所以我下一次在看台湾跟日本之间的对话的时候 我可能会用不同的角度来思考这两个文化之间的议题 那对加拿大来讲那也是加拿大 日本人也受到加拿大文化的这个迫害过 所以从日本人在加拿大生活的这几代人 他们或许可以给台湾的这比较新来的这些移民们 去认识日本人的经历 从他的经历里面去学习 我们怎么样去看待加拿大这个文化这个社会 那怎么样去预防 类似像日本人曾经经历过的这些问题 预防它再度的发生 所以台湾文化节如果能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话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非常的骄傲 那这只是一个开始 对话的开始它并不是最后的结果 我们希望它未来能够持续的 有这样的对话的空间 那我们跟菲律宾的这一年也非常有趣 就是台湾想飞这件事情 我们是把这个移民文化 移民的这个社会所产生的一些议题给点出来 所以说我们曾经是在台湾生活过的人 那在台湾生活可能这些来自菲律宾的移工 都在我们身边 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好好去注视他们的生活 我们来了加拿大 然后我们从主流变成是移民社区 变成是少数社区的时候 我们的身份跟菲律宾移工在台湾的身份一样了 所以那个心情的转折会随着你的 你的这个迁移而有所改变 我们希望是说能不能在那样的这个对话里面去找到一个新的方式来看自己 是不是有一些偏见 是不是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理念是可以一起成长的 那跟菲律宾之间的这个关系 有很多很好奇的东西 当然我们也带出来 比如说这个原住民文化的这个影响 那还有菲律宾对多元文化 跟菲律宾 这个跟加拿大 还台湾对多元文化的这个思维 可能又不太一样 他们用Mestizo就是这个概念去说 他们是一个混种的文化 那是不是我们未来加拿大也会走向那样的一个文化 这也是我们带起的一个讨论 所以类似用这种讨论 也让我们引起了一些共同的话题 在加拿大可以把它引导出来 让大家去思考 今年我们是用越南做对话 我们是用越爱台湾 然后台湾跟越南社会之间的这个韧性 我们是希望也能看到是说 我们对文化之间的这个改变 它的这个演变过程中 它是不是带给了一些创伤 在越南我们看到了很多不同文化的影响 然后越南人的那股韧性 那股这个勇气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也可以在台湾发现 我们也可以在加拿大的发现 那那样的一个对话 我们是希望能够让大家去看到 民主自由对一个文化的影响 尤其是越南社区在加拿大是 有一大批人是因为民主自由离开成长的地方 它的家乡 它是用那年的身份到了加拿大 那一群人的感受 跟今天的越南之间的发展 怎么样去再去疗愈 这或多或少台湾文化节变成另外一种媒介 让这两个族群产生一个对话 这也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个发展 那当然明年我们是希望能够往 这个韩国的这个社区的对话 那我们的主题目前暂成定为是翻转亚洲 带着大家去重新去思考 亚洲文化在当代的一个变化一个影响 那台湾跟韩国其实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些变化 那这个代表性其实我们归类于 它是民主自由的基础 所以我们要打破 就有一些对亚洲保守文化的这种刻板印象 看到目前正在兴起的颠覆 大家传统刻板印象的 这个台湾跟韩国的文化 如果您支持这样的做法的话 那我们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长长久久